当你避免别人 你会从自己的生命中解放 然后神给你一个奇妙的真实 神说 所以你的父亲在天上也会避免你 以上帝的方式处理冲突 这意味着有人的方式和神的方式 那么人处理冲突的方式是什么 闲言碎 还有什么 诽谤 还有什么 你否认你把它隐藏起来 或者你们吵架 上法庭 如果你不上法庭 你就会去社交媒体 并不断地发布对该人不利的言论 是对的吗 我的朋友 这叫做错误的方式 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 解决冲突的正确方法 我许愿你们以正确的方式学习 你们会发生冲突吗 可福音 我们一起读11章25节 每当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若你们有什么得罪人的 就饶恕人 这样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饶恕 你们的过犯 所以说 如果你对某人有意见 你祷告时 切记起你不喜欢那个人 你应该做什么 小 大家都读 当你们站着祷告时 要饶恕 注意 这是单方面的 宽恕对我来说是单方面的 如果你伤害了我 即使你不请求原谅 我也会原谅你 因为当你原谅某人时 你就把自己 从自己的系统中解除了毒素 然后神给了你一个惊人的真理 神说 这样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饶恕你们 让我们看看马太福音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一起 所以你们若在谈前 现 共舞 你们知道哪里 敬拜神 那里敬拜神 也要记得 你的弟兄若有时向你怀怨 现在你认识某个人 他在某件事情上对你感到不爽 英语姐经文说 你在某件事情上对某个人怀有怨气 现在 你知道了 你必须做什么 把你的基务留在祭谈前 你要去先与你的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共舞 你明白神在说什么 敬拜重要吗 敬拜很重要 但是圣经说 如果你真想敬拜我 一定要尽力 去解决关系上的问题 看看罗马书 他告诉我们什么 如果可能 但都先都读一下 如果可能 只要这件事情取决于你 要尽力与所有人和睦相处 如果可能的话 试试 这也许是不可能的 看 有时候我知道有人可能不喜欢我 或者我 但是我想接近他们 但他们不想见我 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你想见某人来解决冲突 而那个人却不想见你 我的建议就是 继续为那个人祈祷 继续努力 如果这个人不想回应 没关系 你的良心是清白的 但这就是原则 各位 这就是过安宁的 基督徒生活的秘诀 如果可能的话 你会尽力解决冲突 大家都读 永远不会为自己报仇 不要为自己报仇 有些人通过报复来解决冲突 他们上法庭 他们起诉 作为信徒永远不要这样做 你知道为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请给上帝的愤怒留下空间 因为经上记者 深渊在我 我必报应 换句话说 我之所以能宽恕别人 我的工作并不是去扳平比分 总是去纠正这个世界上的错误 并不是我的工作 这是神的工作 不要想确保一切都是公义的 不是你的工作 这也不是我的工作 这是神的工作 阿们 你们如何处理冲突 第一个C 第一个C是考虑你是谁 和我一起说 考虑一下你是谁 好 你看大纲 给你们看看 考虑一下你是谁 第二 你必须选择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 荣耀神 第三 你必须将你的权利交给上帝 你要交出你的权利 无论你的权利是什么 正当的权利 公平的权利 正当继承家产的权利 你都必须将这些权利交托给上帝 最后 要专注于神的恩典 那么第一个 考虑一下你是谁 好吧 我们来看看圣经 你们中间有彼此象征的事 注意到这里的语法了吗 什么时候 这是肯定的 你将会遇到问题 你们中间有彼此象征的事 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 而不是在圣徒面前求审呢 你们岂不知道 圣徒要审判是贱吗 如果世界由你们来审判 难道你们不配审判 这最小的事吗 更多前书六章一到十二节 简单说 圣经所讲的意思是 如果你与另一个信徒之间有问题 比方说在同一个教会 小组内出现问题 你们为什么要诉诸法律 诉诸法庭 他说别这样做 因为你必须知道你是谁 圣经上说每个人都读 难道你们不知道圣徒要审判是贱吗 请注意 你们不知道吗 这句话你们岂不知道吗 在第六章里面重复了五次 你们岂不知道吗 你们将审判是贱 你们岂不知道吗 你们将审判天使 你们岂不知道你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吗 难道你不知道你的身体是圣灵的店吗 换句话说 这都是在讲 你必须了解真相 现在 谁是圣徒 难道你不知道 圣徒 圣徒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有人可以回答吗 圣经中的圣徒意味着什么 你被基督分别出来了 Hajos 你是圣洁的 你委身于耶稣 就是这个意思 Hajos 圣洁的分别出来 你被分别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 他常清了你所有的罪孽 严格按自明的意思来说 圣洁意味着你所有的罪孽都已经被基督赦免 但更重要的是圣洁意味着你被分别为圣归给神 如果你生活中有罪你就不能被分别为圣 你的罪孽必须得到清场 但现在既然你已经圣洁了 神说你需要实践圣洁 我们来读下一节经文 第三节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 马格林多前说六章三节 请注意你不仅要审判世界 还要审判天使 何况今生的事呢 圣经的意思 嘿 你们最好知道自己是谁 你属于上帝 有一天你将审判世界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 上帝子民的惊人产业 圣经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现在审判这个词 你知道他的意思吗 这不仅是一个司法术语 这与统治有关 你们将统治这个世界和天使 圣经说如果你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其实这样 你们若有精神的事当审判 你们会派教会所轻看的人来审判吗 林多前说六章四节 圣经说的是 非信徒的审判官在审判时 并不真正了解 上帝的话语 他们的正义感 他们对是非的感觉 可能并不总是符合圣经的 他们缺乏那种属灵的维度 让你们明白圣经 你们知道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其次 你有圣灵 上帝子民如何进行统治的教义 可以在旧约和新约中找到 但音里书第七章 我一直观看 建有宝座设立 上头坐着 亘古常载者 但音里书七章九节 谁是亘古常载者 上帝 我一直在夜间 异象中观看 建有一位像人子的 驾着天云而来 他来到了亘古常载者面前 被领到他的面前 这在马太福音中是非常熟悉的 当耶稣告诉我们 他作为人子要再来时 我们来读一下一节经文 他被赐予 就是人子耶稣 荣耀国度 大家都读 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 各种语言的人都可以侍奉他 他的统治是永远的 不会废去 他的国必不败坏 但音里书七章十四节 研究人类历史 即使是最强大的亡国 也迟早会消亡 当耶稣在地上时 他花时间谈论天国 他谈到神的国度 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了解这个话题 我现在要告诉你 神的国是真实的 现在你肉眼看不到他 但他是真实的 耶稣将再次来统治 请看下一节经文 圣徒们 哦 圣徒们 你会转向你的邻居 那就是你 那就是你圣徒 是的 就是你 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 哇哦 要得国享受 持续多久 永远 直到永永远远 哇哦 你们将德国享受 还有什么 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 必赐给 至高者的圣民 你们兴奋不兴奋 你们会如此超自然的 奇妙的受到祝福 圣经说 每个人都要带着感情 慢慢的来读 国度权柄 和天下诸国的大权 将赐给谁呢 赐给至高者圣民 请问今天 你今天是圣徒吗 他的国度将是一个永远的国度 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 顺从他 我现在向你们展示新约的经文 好吗 我们来读一下 跟启示录第二章 让我们一起来读新约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换句话说 你是忠心的 你持续地跟随耶稣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因为耶稣是你的主 遵守我命令到底 你知道死的那一天 都忠心 有什么奖赏 每个人都读 我要赐给他权柄 制服列国 吉士录二章二十六节 你看 神的允许是有条件的 让我向你展示耶稣的教导 看看耶稣 在路加福音中所说的 每个人都读 如果你今天忠于神 每个人现在都读 干得好 好 奴隶 因为你在每一件小事上 都忠心耿耿 你将有权管理什么 十座城 耶稣甚至告诉我 如果你在小事上忠心 我就会派你管理许多事情 换句话说 你在地上的生活 现在就是实验场 是培训场 为你未来在天上的地位 奠定基础 所以未来的奖赏和救恩之间 有很大的区别 无论你是否会与他 一起统治 救恩是免费的吗 大声点 是的 谁为此付出代价 耶稣 那么奖赏呢 你当尽你的本分 但对我来说 这一切都是处于恩典 神给了我渴望和力量 来持守忠心 你必须知道你是谁 因为通过知道你是谁 你的身份 你就会知道将会拥有什么 现在你会区分 什么是微不足道的 什么不是 如果你们知道 有一天你们会得到什么 你们就会停止中斗 因为你知道你拥有什么 第二 考虑 而不是不再考虑 要选择荣耀神 你知道为什么你需要荣耀神吗 因为你知道你是谁 重要的是 荣耀神 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吗 你看这节经文好吗 你所说的荣耀神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读 跟着前书五章六章五节 我这样说是要叫你们羞耻 难道你们中间就没有一个智慧人 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 你们竟然是弟兄与弟兄告状 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 跟着前书六章六节 他说这是可耻的 这是可耻的 如果你们互相争斗 弟兄之间争斗 这会给耶稣和上帝带来羞辱 因此圣经告诉我们 无论你们做什么 在哥林多前书 我希望你们读一下这节经文 现在每个人都读 无论你做什么一起读 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 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 我有一个来自斯里兰卡的朋友 他是一位教授 他正在分享一个佛教徒法官 他在处理基督徒中间的一个案件 你知道佛教徒法官说了什么吗 你们是基督徒 你们为什么不一起解决你们的问题呢 你们为什么把这件事带到法官面前来呢 简单言之 他就在说你们都是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难道你们不能在你们内部解决这个问题吗 你们看 犹太人他们不是基督徒 犹太人永远不会上法庭 犹太人会去他们的犹太会堂 他们会去找他们的长老 他们会自己解决问题 他们永远不会上法庭 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耻辱 如果你与其他信徒争斗 因为这会带来羞耻 所以我喜欢这个原则 选择荣耀上帝 所以女生们先生们 我建议 无论你做什么 再读一遍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 无论你做什么 当你对你的孩子说话时 当你在办公室里说话时 你要问自己 这会给上帝带来荣耀吗 我总是告诉基督徒 为什么你要跟那些人分享你的麻烦与问题 他们跟你的麻烦无关 也无助于解决你的问题 为什么你想跟他们去分享 很多时候你想谈论它 是因为你在生气 你在取悦自己 你只是想发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只想谈论它 那叫传舌gossip 这是所谓的自我中心 而你并没有在思考你到底是谁 你是上帝的孩子 你命中注定要成就伟大 同时要饶暑 同时要为了神的荣耀 而舍己 阿们 第三个原则 你必须交你的权力交给上帝 你看我们很多人都有感知的权力 当我说感知权力时 你会觉得自己有权获得某些东西 有权得到什么 公义 是的 有权受到尊重 如果有人诽谤你的名誉 你觉得你有权利为自己辩护吗 你知道我们有所有这些想法 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吗 圣经告诉我们 你必须愿意交托 将你的权力交给上帝 我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读圣经吧 克林多前书六章七到八解说 其实你们彼此告状 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 根据圣经 你已经输了 上了法庭你就已经输了 这是坏的见证 你们互相把官司 向大家一起读 为什么不宁愿受委屈 被冤枉受欺呢 哇 这很难 为什么不情愿吃亏 不情愿被人欺骗呢 我并不是说 上法庭总是错的 我不是这么说的 保罗不是这么说的 还记得吗 保罗向凯撒上诉 他上法庭 当反对着不是信徒时 当然 他们不遵守圣经原则 所以有时 你必须上法庭 如果这案件不是民事案件 而是关于谋杀 强奸 不是你跟那个人不合 而是危害 菲律宾共和国 你们明白刑事案件 与民事案件之间的区别吗 所以我并不是说 这种是错误的 我是说 作为一个原则 当你与其他信徒发生问题时 原则非常明确 不要上法庭 你需要按照上帝的方式去做 上帝的方式是什么 愿意放弃你的权利 交托什么 把你的权利交给上帝 愿意牺牲 我知道这并不容易 你知道这很困难 为什么不宁愿被冤枉 为什么不宁愿被欺骗 我知道这并不容易 但你知道圣经就是这么说的 你还记得耶稣对门徒说的话吗 耶稣说了什么 要爱你的仇敌 善当那些恨你的人 这是所谓的额外依应你的原则 基督徒们 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 那我给你们举一个放弃权力的例子 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 来自创世纪 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好 我们一起读创世纪第十三章 亚伯兰的牲畜 金银 极朵 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有 牛群羊群 帐篷 因此 他们都蒙福了 那地容不下他们 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 使他们不能住在一起 问题出在哪里 他们是如此的蒙福 产生了一个问题 请读下一节 然后发生了冲突 哇 冲突发生了 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之间 发生了 冲突 那么当发生争执时 你该怎么办 现在圣经 插入了一个短语 这个短语对很多人说 没有意义 当时 迦南人 与比利西人 在 那地区住 你说为什么这句话 被放在这里吗 你想知道我的理论吗 上帝在告诉我们 亚伯兰也知道这一点 有不信者 有异教徒在观察他们 亚伯兰和罗德是一家人 他们被异教徒包围 被不信者 被迦南人和比利西人包围 那么你会做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 要选择荣耀神 亚伯兰 明白我们之间不应该争斗 因为不信者 在注视着我们 女士们 先生们 你们要荣耀神吗 要放弃你的权利 成为 你想成为那种人的权利 你没有那个权利 你的权利是成为耶稣 希望你成为的人 不要认为你有权利 说你想说的话 不 你对耶稣负有责任 那么亚伯兰做什么 让我们继续读下去 亚伯兰对罗德说 求你 不要 在你我之间 我的牧人和你的牧人之间 发生争执 每个人都读 因为我们是兄弟 全地不都在你面前吗 请你离开我 如果你向左 我就向右 如果你向右 我就向左 创造这个事 三双九叠 你看 作为一个基督徒 在解决冲突时 你必须谦卑自己 放弃你的权利 并采取主动 你知道有些人很被动 你都要出了问题 大多人都是被动的 先生们 我希望你们承担责任 当你们看到事情 不对劲的时候 你们必须主动 亚伯拉罕采取了主动 那么他的提议是什么 你先选择 听我说 如果你们的生意是牲畜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土地呢 啊哈 我会告诉你 看下一节 罗德举目 看见约旦河谷 全境 都很好 每个人都读 到处都有水浇灌 这个罗德是明知的 这是在耶和华 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之前 就像耶和华的园子 就像埃及地一样 所以罗德为自己选择了 整个山谷离开越旦河 罗德就像东迁徙 就这样他们分开了 如果你是亚伯兰的顾问 你会告诉亚伯兰什么 老大 我们输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交易 我说的对吗 你知道上帝是奇妙的 我们来读一下 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请注意试着这之后 现在你举目向四方观看 从你所在的地方 向北向南向东向西看 你所看见一切土地 我都赐给你 和你的后遇直到永远 上帝出现 是为了再度向亚伯兰确认 神说亚伯兰 我会处理这件事 我会照顾你 你看当你放弃你自己的权利时 这是非常可怕的 谁来满足我财务上的需求 如果我继续让步 谁来照顾我的家人 我怎么办 神对亚伯兰说 我会照顾你 你看亚伯兰的信心 并不在这片土地上 他的信心 不在水里也不在草里 亚伯兰的信心在于 最终的祝福来自谁 上帝 他的信心在上帝的里面 而不是信靠土地 很多年过去了 罗德生意兴盛 神也看顾亚伯兰 但二十多年后 发生了一些事情 神告诉亚伯兰 我要在山谷里面做点什么 从十三章到第十九章 跨越了二十多年 是吧 他亚伯兰俯视 索多玛和俄摩拉 以及平原的全地 他看见那地烟气上腾 如同烧窑的烟气 当上帝毁灭山谷中的城市时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当上帝亲父罗德 所基督的城市时 上帝纪念了亚伯拉罕 并把罗德 从寝妇之中救了出来 亚伯拉罕当时并不知道 自己交出自己的权利 会得到什么祝福 当亚伯拉罕 把一切都交给神时 他得到什么祝福呢 保护自己 当自己的权利交给上帝时 你必须知道一件事 上帝对你的福祉负责任 阿们 所以你师们先生们 为了克服解决冲突 你们必须永远记住 以上帝的方式处理冲突 而不是你们的方式 要用神的方法是什么呢 考虑一下你到底是谁 神的孩子 是神的儿子 王子 接下来你必须选择 你所做的一切 是为了荣耀谁 为了荣耀上帝 还有什么呢 选择放弃 承诺放弃你的权利 最后 最后 专注于 神的恩典 我是什么意思 专注于神的恩典 现在这太棒了 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反之 你们自己错了 哥林多前书六到八章 希腊语单词是 阿德凯尤 动词 又是诈骗 你甚至对你的弟兄 也这样做 难道你们不知道 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要被欺骗 也不要被奸淫着 偶像崇拜着等 女性化的人 所欺骗 为什么 这节经文 与解决 冲突 有关系呢 你知道为什么 秘密 就在 第八节 你不会明白 为什么 使徒保罗写道 其不知 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 神的国吗 他告诉 哥林多信徒 如果 如果你们继续 控告 其他弟兄 如果你们继续 违背 上帝的话语 你们自己 就 有错了 错这个词 就是 不义的意思 动词 行事 你们自己 不义 你们做 不义的事 你们在欺诈 通过上法庭 你们在 抢夺 东西 甚至对你的兄弟 你也这样做 他说 因为这个原则 你在欺骗 你在抢夺 你在做 不义之事 他现在说 你 不知道吗 再次 正确的思想 难道 你岂不知道 不义的人 此根相同 这个是形容词 阿科 阿给迪欧 意思是 不正义 你做错了事 现在大家都读 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 果 哥林多前书 六章九节 我现在警告 在座的大家 这件经文的意思 是什么 不要被欺骗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许多人 被假圣经教师 所误导 相信耶稣 举起你的手 向前走 接受基督 如果你 你如何生活 并不重要 你的生活方式 就是你信仰的证据 你今天的生活方式 就是 在上帝天使面前证明 你是耶稣的 跟随着的证据 让我重复一遍 救恩是一份 免费的礼物 这一切都是出于恩典 然而 恩典会改变一个人 这正是这节经文所说的 这节经文说的是这个 不要被欺骗 现在每个人都读 无论是通奸者还是 婚外性行为 任何形式的婚外性行为 这称为淫乱 崇拜偶像者也不可 我不需要解释这一点 无论你把什么 放在上帝之前 通奸者也不可 我不需要解释这一点 做卵童的也不可 青蓝色的也不可 这两个词 都是罪孽清单的一部分 人们常说 为什么我们要欺负 同性恋者 青蓝色的人 不不不 我只是告诉你 圣经对罪的看法 所有这些都是有罪的 现在要小心 当人们误解圣经 是他们说这个词 这个词的意思是性虐待 不不不 这是非常清楚的 女性化是指 男人表现得像女人 她正在被渗透 所以这就是同性恋 同性恋者是 与其他男人躺在一起的男人 阅读下一节情文 她也不是小偷 偷东西 你们中间有多人犯过 偷东西的罪呢 曾几何时在你的生命中 也不是贪婪的 你是贪婪的吗 贪婪吗 罪了 你们有多人喝罪 不要举手 没关系 谩骂者 辱骂性的语言 骗子 都不得 承受神的国 但圣经 并不止于此 你看 这里的语法是 你犯了这种罪 这是你的一种生活方式 但请看下一节经文 我喜欢接下来的经文 你们中的一些人从前就是这样 但如今你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我们神的灵 已经洗净成圣 称义 你知道圣经在说什么吗 因为神的恩典 你看语法 强调 你被洗净了 完全原谅了 因为神的恩典 你得以成圣 你已经成为圣洁 哇哦 因为神的恩典 你被称义 被宣告无罪 唯独因着上帝的恩典 这事才成为可能 你我曾经犯过 上述所有的罪 但今天我们都改变了吗 我们都被原谅了吗 算是不是 赞美神 结束时让我给你们念一节经文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 已经显现 为众人带来拯救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钱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守 在现今的世代过明智 公义敬钱的生活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生命的改变是靠着恩典 请注意神的恩典 不仅带来救恩 我们是靠恩典得救 而且还带来生命的转变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钱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 神的恩典带给你 渴望与力量去过公义的生活 你我无法靠这个力量 过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需要神的恩典 只要你愿意在神面前谦卑自己 神的恩典就可以得到 就恩典而言 上帝不得不击垮他 直到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他才意识到 自己真的需要一位救世主 但他是在基督教背景下长大的 我的朋友 说基督徒的话 做基督徒正在做的事 并不能使你成为基督徒 使你成为基督徒的是 当你的心因罪而被破碎时 你说主啊 我需要你 请帮助我 所以神的恩典带来救恩 他教导你 他指导我们除去不敬钱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 最重要的是 他给你力量 在经世自守公义 敬钱度日 你需要上帝的恩典吗 我需要 没有上帝的恩典 我无法解决冲突 也无法以上帝的方式来处理 冲突 你必须通过恩典 认识到你在基督里是谁 你必须知道 你所做的一切 都必须是为了他的荣耀 靠着恩典 你还必须知道 您将放弃 您的权利 你只能靠恩典 才能做到这一点 让我们低下头 祈祷 天上的父神 我为了你的话语而感谢你 我因着你之所事而感谢你 最重要的是 我为了你的恩典感谢你 主要 没有你的恩典 我们怎能改变呢 靠着您的恩典 同性恋者 同奸者 骗子 才能改变 所以您愿意赐予我们这一 令人惊奇的特权 让我们日复一日的经历 您的恩典 我为这里的 与罪恶作斗中的人们祈祷 他们正在为自己的私生活 而苦苦挣扎 今天 我祈祷他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谦卑自己 并接受您的恩典 你和我一起做这个祷告 如果你真想交出自己的一切 就这样祷告 主耶稣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的恩典 我是一个罪人 我很软弱 我很难抗拒 诱惑 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 帮助我 悔改我的罪 我悔改我所有的罪恶欲望 我将他们交给你 靠着恩典 我接受你作为我的主 和我的救主 我们祈祷 都是奉耶稣之名 阿们 阿们 让上帝祝福大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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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